整體的這個採用封裝過去 沒幹過這是一個 這部分主要依賴於 幾個複雜的機構 比如鑽取機構 錶取的機械臂 其實還有一個高真空的密封裝置 為了確保樣品能夠保持 在月球表面的那個狀態 在回收過程中 由於在地球表面 它會待一段時間 包括運輸的過程 那麼地球的空氣 如果進入了這個密封裝裝置 可能會污染樣品 那麼起飛它的主要難點就在於 在月球上 首先我們落下去的時候 我們那個逐漏器落成什麼樣子 事前我們是不知道的 另外就是發射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瞄準的這個攝像 要是非常精確的 我們只有一個特別就是 精心設計過的這麼一個方位 進入了這個目標軌道之後 它才能夠跟規範組合體 可以實現交匯和後面的這個飛行過程 我們需要精確地 預測這兩個航天器在月球軌道上 飛行的這個位置和速度 由於我們兩個探測器的大小是不匹配的 就是我們那個上升器 就在對接的時候 大概只有三四百公斤這個樣子 而那個規範組合體加在一塊 有將近兩千公斤 萬一出現了誤差 可能就會把一個小的航天器 就可能會撞飛 那樣的話就是 再去對接就非常困難了 過去我們一般都是 就是在月球軌道上長期飛行 或者說最後完全脫離景氣場 去更遠的地方 但是精確地回來 就是從月球軌道上逃逸 然後精確地能回到四子王旗 這部分對軌道的設計 剛才其實介紹軌道的時候也提到了 也是非常困難的 可以說明對軌道頂長期飛行 頂著